7月1日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表示 对于一些国家在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后发出干预声音 用香港人的口头语说 是 当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 介绍香港国安法有关情况 并答记者问 据介绍 香港国安法之所以在一个多月间完成决策部署 是因为有广泛的立法呼声 扎实的工作基础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 在该法制定的各个阶段 也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 广泛听取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声音 然而 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引起一些国家发表评论称 该法是一种违反一国两制原则的举措 对此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表示 香港国安法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 它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 每当中央行使 而且是依法行使 某些权力的时候 西方都有一些人会出来指责说 你们这是破坏了一国两制 这是轻视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好像香港的事情中央什么都不能管 反而倒是他可以随意地指手画脚 中央怎么能够对各种反中乱港势力 在香港肃无忌惚忌忌忌忌的从事 分离国家 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作势不理呢 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对危害资深安全的犯罪 对这些犯罪屡屡发生 自自不理的吗 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国策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比我们更加了解一国两制的真谛 近日美国连续宣布了多项制裁措施 包括限制中国官员的签证 以及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对此张晓明也做出了回应 有的国家现在声称要对中方一些官员采取严厉制裁的措施 我觉得这是强盗逻辑 我们现在做的是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 行政区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 这个关你什么事情 这完全是我们的内政 我又没有招惹你 没招你惹你 你凭什么对我动粗啊 香港人喜欢说两句口头语吗 有没有搞错 关你魅喜 关你什么事 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下大的 中国人 看别人脸色 养人鼻息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张晓明表示 中国政府也宣布了对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人员要实行签证限制 我们有句老话嘛 你做出一五做十五 只要美国方面出手 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必定要予以反制 有关的措施 也会见步行步 陆续游来 针对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做法 张晓明指出 香港的繁荣稳定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两条 一个是香港自身的营商环境 金融体系方面的优势会不会削弱 再一个是祖国经济发展的势头 和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力度会不会持续 中国有信心能够保持香港的国际经济地位 对 incised这些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